歡迎收看《屈肌頭條》 我是吳俊優大宇 與你一起看時事 我是蠟燭香港 隨焦中國 放眼世界 全部事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今集的嘉賓 名外專上學院 任文及語言學院 客席助理教授鄭國均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華智慧管理學院院長彭雲基教授 Hello 我是彭雲基 資深傳媒人 陸元華先生 大家好 我是陸叔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屈肌TV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上個星期結尾時我提到 我們不希望阿富汗再有新的新聞 可惜事與願違 今個星期阿富汗出現恐怖襲擊 造成180人死亡 彭雅秀可否跟觀眾說說 阿富汗現在最新的情況 在8月15日的時候 當塔利班能夠進入卡布爾 整個阿富汗的形勢好像變了 有希望亦有很多疑慮 但在短短的11日之後 突然卡布爾的機場 碰 死了那麼多人 而其中有13個是美軍 三個是英國人 而其餘的全部是阿富汗人 你看新聞最近在美國 已經大肆說關於13個美軍 他們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死了其他的阿富汗人 有多少人去關心他們呢 其實在阿富汗這個國家裏面 真是很悲慘的一個命運 我們來看看過去的幾十年 究竟在阿富汗的人民 他們的命運大概是怎樣的呢 這段時間裏面 有二百二十萬的人 已經去了鄰國 有三百五十萬的人 在國內流離失所 而在近期的戰亂 又多了成千上萬 倉皇逃離家園的阿富汗人 你看到阿富汗人民 現在面對的水深火熱 是多麼痛苦呢 而我們現在在這裡 坐著大家去看電視 可以分享這些新聞 應該感到非常之感恩 最近這個在機場上的爆炸 是由伊斯蘭國夫羅山省 他們這一班人 是承認了他們所做的 其實他們都是塔利班的人 他們是由當年塔利班 分開了做阿富汗的塔利班 以及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而伊斯蘭國夫羅山省 他們是從阿富汗的塔利班 以及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將他們裏面的人 是遊說他們走出來 而這班人基本是屬於激進派 反對妥協 他們不贊成了原來塔利班 那種的方向 所以為何他們跟他們是不對的 佩教授 可否跟觀眾說說 甚麼是福羅山省 它是甚麼地方 很多人都不明白甚麼叫福羅山省 這一個其實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怎樣做的 現在沒有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古時的地方區域的合稱 包括了甚麼呢 特厥斯坦 波斯 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這個整個面積就是呼羅山省 所以他們用這個名字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意願 不只是這麼簡單要組織一個群組 而是我們是信奉這個信尼教的 我亦都希望我這個教育能夠可以恢復我們過去的那種揮和 是包括了這個整個地區 但是這幫人都很激進 很狠的 不顧一切 我們要消滅敵人 總之是敵對群眾 我們要一切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情況 為何會做出那麼多恐怖主義類似的行為呢 就是這個原因 在西方來說是一個恐怖主義 但是其實在這個遊牧民族的文化裏面 他們不覺得是錯的 他們覺得我這個敵對的人的話 我用甚麼方法令到他們不行 我們都能夠接受這個目的 所以你看到在文化方面 總之能夠顛覆敵人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了這個文化的分別 他們這幫人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 真的是很危險的一幫人 而他們呢 因為他們是原本塔利班的叛徒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坐視塔利班 能夠和平地建立這個政權 所以這幫人其實是相當相當危險的 如果大家都看過 這個Huntington教授所寫的 Clash of Civilization 文明衝突 文明衝突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在西方的邪教 中國的 我們本身的文明 和阿拉伯 他們的伊斯蘭的文明 大家的看法很多不同 你看一看 尤其在奧芳這一帶 他們是一個遊牧民族的 是很多民族所組成的 如果你看看我們中國這麼多年的歷史發展 你看一看 春秋戰國的時候 一樣是亂到全世界都亂的 所以後來這個秦始皇能夠靠武力 去將這個中國統一 然後再將它中國整個統一之後 能夠書同文 車同軌 然後將整個制度可以建立下來 再成立了這個郡元制 中央集權 形成了我們中國有一個大統一的概念 如果歷史傳下來 我們中國才能夠一個這麼強大的情況 如果沒有秦始皇的話 可能我們現在中國仍然是很多個國家 好像歐洲一樣 所以大家會明白 其實當一個地方太多太多地方割據的時候 是非常難管的 而我們中國能夠有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也很感恩的 如果一看這個角度看的話 你就看到了 當一個這麼多民族要統治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呢 是西方的民主在奧富汗 是無法可以落實呢 你必須一個很強大的中央 或者一個武力 可以能夠統籌了這些各國民族 才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和平的境界 Dr. Raman 就算這次的孔集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其實好像是大禹 你剛才所說的 一開始的時候都說的 你希望他不會再有新聞 但偏偏他就又死了那麼多人了 我想在我自己的個人角度去看 我反而不是太覺 這是什麼呼羅山省的一個動作 雖然他是走出來承認的 就是他是他做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橫觀現在的局勢 其實會走出來這樣傷害人的 一定是有他一個很實際上利益的目標 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那麼也都要有這個目標的人 是有這個能力去策劃這件事 那麼你說是不是純粹搞亂他就算呢 那麼我反而見到幾件事情 一就是在現在整個環球局勢裡面 最需要這個阿富汗變成一個亂局的 其實是美國 因為第一拜登他受到很大壓力 已經在說你撤兵很不對 連他的傳統盟友 就是說英國 Boris Johnson走出來說 你不對啊 為什麼這麼快撤軍啊 你怎麼撤才撤 我們搞不定就給多幾天 美國也曾經想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撤多幾天 其實他國內的呼聲是很大壓力地說 拜登你做什麼啊 然後再加上就是 這個撤軍的行動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噁心的問題了 因為由特朗普年代 去到今天他拿了一隻鍋 他要照樣撤 特朗普說了他不撤 但問題是他講完之後他真的要撤 撤完之後現在有一隻鍋 那麼他怎麼搞呢 接下來就是中期選 你始終要做些事情的 就是說美國最常見的手法就是 有一件爛的 有個爛生果 不要緊 我蓋了另外一堆生果 總之就是爛的在下面說就可以了 那麼這隻爛的是什麼 就是拜登這個這個鍋 那拿些什麼蓋住他啊 就是要拿一些更加能夠有感染力 圈染力在媒體上面 因為他們強在這件事 能夠圈染到一些東西的 讓大家的集中注意力的目標 都完全不再在這件事上轉移了 那麼這件事是什麼事呢 就是死字的人 所以最大的得益者 我看到這件事就是 如果他能夠找到一群人 不管你什麼人也好 走出來搞一件事 而導致有美軍傷亡的話 那麼大家都看到了 這件事出來之後 美國鋪天蓋地地在說那13個 什麼什麼 剛才彭教授一開始都有說 人家死20多萬人 你不報 你死13個 鋪天蓋地地地報 那麼你想想 美國人最流行是被這種同情心煽動的 所以這種新聞更加會令到所有人說 對呀撤軍對呀 不要再死人了 我們不要再死人了 快走呀 將他本來撤軍的錯誤 就變成撤軍對呀 走得對呀 走得快 再不走就不行了 英國才說不行了 我們就要留下那一千人在那裡 我們都搞不定要即逃 那麼這些說話 其實在國內也令到很噁心的 本來 但是現在變成 對了 所有事情都變成是正確的 拜登現在是做得對的 在國內可以告訴大家 你看看死13個 你看多年輕 你看多慘 什麼什麼 本來挺前途光明的 有個什麼家的 很溫暖的 現在死了了 遲些沒猜錯的 就肯定每個人都做個紙心勳章給他了 做了一大輪的大龍鳳 他們最流行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再加上 這個時候 更加要將一個禍 是將一個禍散開 讓每個人都有一個 國際上的輿論壓力 就是說 對了 走啦 快點走啦 那麼那個輿論壓力是什麼 我們在說的難民數目 當每個國家都說 在一堆難民湧進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頂不住 你快點搞定它 快點完結了這件事 要快點完結了這件事 就一定有一件更加大的事 多數這些事都是一些類似恐怖襲擊 諸如此類 那麼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有一群人 去做一個恐怖襲擊的話 對美國是十分之有利 再加上 之前我們也說過 在之前的節目上 其實這個阿富汗 我們說他由掌國成立得 聰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散開很難管 全部都是油木民族 你叫散開的油木民族 你還要他發展到 要搞到好像阿聯酋一樣 是因為他有稀土 你想像一下 要開採稀土 要有的配備是十分之麻煩的 硬件 物流 人才 你亂 根本做不到 就像印度一樣 他不是沒有煤的 問題是他做不到 他沒有辦法將人搬開 然後開下面的煤 他做不到 正正等於就是阿富汗有稀土 但是你有稀土就沒得用 等你掘不到 美國我掘不到的 你也不用自己掘到 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你一亂 所有東西就立黨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不覺得 有另外一個比美國這麼大的受益者 所以這件事拜登是直接受益的 況且再加上他本身是一個 外交這些事務是高手 他不會不懂得用這些招數 況且在他們角度 死美國人是最能夠籠落人心的 令到所有美國人都說 行了 收了 收了 馬上走 不要再理他了 我們立即撤軍 立即走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 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最大可能就是美國拆動 我們剛才說到難民的情況 我們以往都說過 阿富汗的前度是一片光明的 這次發生了恐襲之後 你覺得塔利班應該如何治國 我就是用一個這樣的名詞 標題先 就叫做第二塔利班時代如何治國 他的國策是怎樣 塔利班應該是總結了他 當年治國的經驗 以及德塞 以及利弊之處 他才來定這個國策 當然到目前為止 在8月31日 美軍未撤退之前 我想塔利班的高層 都在商討未來治國的國策 以及關心 我個人觀點 就覺得有三種模式 作為一種參考版 先說是溫和的模式 包括有巴容性很大的 也能夠體察民情的 了解阿富汗的國情 所以他組織的國號 叫做阿富汗伊斯蘭郵掌國 也是符合阿富汗目前的國情的需要 第二個模式是比較走向極端和政教核一 就是中央集權模式 第三個模式 我們叫做暴力恐懼模式 這個特色就是 信我者昌 逆我者亡 但是這種模式 會帶出一個很負面的效果 就是整個塔利班的形象 就會受損 以及很不理地管治這個國家 剛才樂叔提到 塔利班往後有幾種模式的管治方法 包括軍和 中央集權 以及暴力恐懼式的管治模式 我想問問兩位嘉賓 剛才樂叔說得很清楚 我明白 另外那兩款又是怎樣的 與其我們看它是 什麼模式去管治國家 不如我們看看 等於什麼衣服適合什麼人穿 那你的人民大約是什麼性格 什麼文化 你就選什麼衣服穿 等於我們經常見 你看到不同的人種 或者不同的性格 的確是適合不同的制度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三種 例如第一種是溫和的 某程度上就像牧羊一樣 大家都是羊來的 大家都是會有個磋商 會有個溝通 阿富汗人像羊 老老實實 於是去到第二種集權模式 就是獅子王模式 在森林裏面 這個家族就是星星哥 家族就是老虎 這裡就有豹 我覺得比較像 因為他們又沒有民族 每一個民族自己都有隔壁 每個民族都不希望 將自己的族裏面的利益 拱手給了別國 即是有點像我們新界圍村 所以需要有一個 阿頭走出來 是獅子那麼大隻的 那個獅子就需要去壓得住 如果壓不住的話 下面一定亂的 第三種就是剛才的 暴力模式 暴力就是魔王模式 這樣就慘了 那他的PR就暈倒了 整個國家形象就倒閉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最 機會最微的 但其實這個 就是某程度上最好處的 在阿富汗 這一刻我講的 這一刻亂的時候 不過 由於阿富汗其實已經經歷了20年 美國在那裏 搞到亂租租的20年 其實他們某程度上 看到原來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他們都會與時並進 他走得快走得慢 另外一回事 但都會轉 任何東西都會變 所以我感覺是覺得 他們像在 集權的樣子比較像 我舉一個例子 尼日利亞很像的 都是很多種族的 講二百多個種族 他們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皇帝 他真的叫皇帝 叫King 叫King什麼 但那個皇帝是沒有權的 因為他仍然有一個 尼日利亞的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就會統一其他東西 就是一些教育 克拉那些東西 但是那個皇帝是很受尊重的 某些資源上 他也是分配到的 當然我不是說 他要跟尼日利亞做不到的 尼日利亞是另外一個case 但是阿富汗某程度上 可以像什麼呢 就是那些油長 因為他叫油長國 那些油長是控制了某部分的 可能就算是軍隊 或者是自己的武裝部隊 不要叫軍隊 武裝部隊資源等等的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就是由聯邦政府去做統籌 例如教育 或者一些婦女權益 這些會是一個大的框框底下 他們要做的或者遵守的一些東西 但是種族仍然 或者他們的部落 仍然都是維持他們自己的控制權 即某程度上就像真是森林 狮子做大佬 那麼狮子做大佬的話 下面還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種族是豹 老虎 這樣會容易搞 因為他們社會不像一個羊 你把制度放不下那堆人 是搞不定的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你是美國 你會怎樣看呢 正如剛才Dr.Raymond所說 如果我退出來了 你又搞得很好的 可能我就沒有面子 所以你那裡越亂就越好 即是說一件事 現在塔利班好像已經掌管了整個奧富汗 但其實還有很強的反對勢力在這裡 那麼美國會不會去支持這些反對勢力 推翻或者搞到它亂遭遭呢 我覺得這才是可能最麻煩的一個情況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阿富汗真的沒有什麼運行 當然如果能夠真真正正 可以從一個正常的管理角度看 綠縮那個溫和模式最好 但問題亦都像Dr.Raymond所說 究竟這個模式是否適合那裡的文化 這就很關鍵 還有一個重要的要再看看 就是現在塔利班的領導層是什麼料 你記住一件事 這個塔利班最初的時候成立 他們基本上就是完全以一個宗教為主 而在一個普遍在過去幾十年裡面 其實阿富汗整個的文化教育水準是很低的 這班人農民起義出身的 所以他們的文化修養是不高的 所以他們能夠可以令到他們的生活上來 能夠這樣去拼的呢 是全靠伊斯蘭這個宗教給我的信仰 應該怎麼做的 所以我真的懂得管治的 我只靠得就是靠伊斯蘭的教義給我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當他們真的管這個國家的時候 所以以前為什麼他們全部都是用這個教義去做呢 為什麼會這麼極端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不懂得用西方現代化的民主 你又可能會說 為什麼他們那些發現人出來 他們又說得有文有勞都答得挺好的 我就會這樣看法 如果我們這班人全部都是老粗的 走出來是拿著這個國家 我想問你一件事 就算我這裏有些真正的文人 那些文人會不會是真正有個權呢 他們只不過是附屬拿出來和你們這班人溝通而已 但真正控制的話那些人仍然都是老粗的 我打個比方 就是說我們以前在這個明朝的時候 朱元璋是不是老粗呢 他相信是完全沒有文化的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拿了這個國家之後 成立了明朝之後 他很努力去增加這個文化 但是第一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能夠把原本的那些沒有的 每個都逐個逐個居住 變成由一個農民的 慢慢能夠進化到的真正正的 一個文人去重置的社會的政府 不簡單 所以現在塔利班慢慢上去的話 其實那個路程很長遠 那我會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陸叔里的模式很理想 但是我覺得他們暫時一定做不到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亂情況之下 就是自亂勢用重刑 所以我會看到一樣的 現在塔利班的發展 一定是中央集權 強勢 然後慢慢慢慢才可以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有很多人還有很多亂會反對他的 那能不能夠完全克服到 然後能夠可以有這樣的強大的力量 可以令到國家可以慢慢能夠統合 然後慢慢再發展呢 這就是他未來最重要的挑戰 你看沙地阿拉伯 你看伊朗 你看巴基斯坦 都是政界的一種制度 所以伊斯蘭的宗教色彩的文化 在這個國家的管治之中的 那個超延的地位來講 即使在未來的阿富汗這個國家裡面 亦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阿富汗的文盲 竟然高達就是百分之七八十 貧窮的人口是佔了百分之六十 所以他長期就處於在這個貧窮線之下 這個又窮 教育水準又低 這個刺激水平又差 要是一個文明的管治的方法來講 我想以目前這個塔利班來說 是做不到的 還有阿富汗這個國家來講 他的所謂文明的中心 就是哈布爾這個首都 哈布爾來講 是推行民主 美式民主推行得最早 是最根深蒂固的 除此之外的其他 阿富汗的其他省份 高達有三十四個省 他的民族總共加起來 總共是二十個民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塔利班作為要管治整個國家 他要實施什麼政策 實施什麼國策 他應該要上清上楚 其實這裏令我惹起阿聯酋 因為阿聯酋他們都是油掌國這樣走 但如果你有懷疑這件事的話 因為我們往往去看這些國家發展 會想著你教育水平又低 知識水平又沒有 你沒有運動了 這件事是很自然會想的 不過我想說 有時候很難說 這個世界真是很難說 為甚麼 如果你看阿聯酋 他之前的油掌 就是油掌頭 其實是八十幾歲 但是他傳下去的第二位 說的是八十喉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於是乎跳得很快 其實關鍵是什麼 有錢 他的第二代 其實一跳就不是八十 傳比七十幾歲 他一去就去到八十喉 說的是已經三十多四十歲 你想像一下 這個三十多四十歲的下一代 但是一傳下去這麼年輕的話 其實是對整個文化變得很重要 於是你會見到在阿拉伯世界 他們會突然說 跟以色列唱歌 說Friend起來 這些東西是老一輩做不到 放下不了的仇恨 但是年輕那一代就不是這樣說 他感覺不到仇恨 沒有經歷過阿爸那一代 所以他不知道 他覺得不是朋友 我讀書的時候就跟他一起讀 怕不到 感覺不到 阿富汗其實現在的關鍵 反而我覺得未必在政府的體制上 因為說到尾 他都走不到中間集權 走不到 個個都不肯 你說圍圈牧羊嗎 他們又不是羊 你說魔侖嗎 他們也不肯 所以三樣東西 他都不肯的情況下 中間那樣最有可能 不過說到沒有 錢 如果他可以很快地 真的平定下來 穩定下來 先不要說發展 穩定下來 不要那麼多恐怖襲擊 那又真是能夠做到那些 物流 工程的技術人員 等等 真的可以用到他們那裡的稀土 用到他們本身的天然資源 那這個國家才可以玩下去 如果不是 說真的 你放什麼政府下去 明天又說不知什麼 又退回他 那只是找來搞而已 說到尾 我自己的感覺是覺得 這個就解釋了 為什麼美國不想他穩定下去 因為如果美國走了 你就穩定會起來的話 正如彭教授所說 那他就很沒面子 你不走他沒有運行 你走他又運行 真是不知道怎麼解釋 現在拜登就是要告訴你 我走是應該的 走出來更亂 那他才有面子 剛才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我們也在討論 美國說要報復 拜登說要報復 那你怎麼知道 他那個報復是什麼意思 報復可能是將軍抽居 意味著就是 可能呼羅山省的那些人 某一個目標是 美國想剷除的 順手就借這個東西 搞一個恐怖襲擊在這裡 搞定自己的美軍 拿了一個民粹 然後報復 搞完那邊 如人得利 兩個一起搞定 既搞定那邊 又可以亂來阿富汗 一石棋鳥 那些雀鳥全部掉下來 不過關於經濟 其實現在美國 扣了原來那一大筆錢 在美國銀行 所以變成 當然現在他未承認 塔利班 所以那些錢 其實那些錢都是他們來的 所以他一直扣著 如果他不扣的話 就幫到塔利班 很大的經濟復甦 其實一講來講 就是錢的問題 經濟是最重要的 阿拉伯聯合油長國的這個模式 跟阿富汗 伊斯蘭油長國的這個國家 未來這兩個國家 各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不能夠 阿拉伯聯合油長國的這個模式 他是有錢到不得了 他這邊是窮到不得了 一富一窮之間 是完全沒有比較可言的 不過如果阿富汗真的穩定下來 其實是中國和俄羅斯 應該是最大的得益者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美國人一定不喜歡 所以一定會 其實周邊輪郭都希望想建立 阿富汗這個國家是平靜下來的 是穩定下來之後 所有事都可以有得再講 所以其實一個建議就是 應該中國和俄羅斯帶頭 然後連結他周圍的那些輪郭 大家坐過來談一談 怎樣幫他能夠可以穩定和平 這樣將來才有一個這樣的發展的機會 聯合國報告都說 他說原來阿富汗有1000萬兒童 現在是每天都面臨飢餓的危機 未來阿利班執政之後 只是搞糧食 怎樣令人不叫餓都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中國的領導人習大大 就跟普京衝了接電話 主要的內容都會談及到 阿富汗現在的局勢 各位嘉賓我想問一問 中國和俄羅斯 在現在的阿富汗的局勢上 可以起到甚麼作用 中國一向的國策 自己有說得很清楚 就是北干涉是別國的內政 因為北干涉是經濟援助 說來講就是經濟援助 就是用錢 在這次阿富汗這件事 俄國是相當擔憂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任何人去塔吉亞之後 可以完全不用簽證 直接進入蘇聯 所以為何呢 那個關口很重要 如果人們全部湧過來 俄羅斯就會很擔心 如果從整個形勢來講 我當一個理想的願望 其實就是如果美國能夠保持到 跟塔利班的接觸和協商 這個是會對塔利班很大的幫助 其中就是資金的問題 如果政府能夠取得到這些資金 就可以變成他們的經濟命脈 同時他們能夠利用這些情況之下 協商到塔利班能夠把原來的原教旨 和不是太適合的措施 可以希望能夠盡力改到它 可以跟現代社會接軌多些 如果能夠這樣談得到的話 大家都應該會能夠共存 但還能夠做得到比較難一點 所以剛才陸叔就講過了 其實中國和俄羅斯 一定要在這個情況之下 能夠幫助阿富汗政府 能夠盡快恢復正常運作 當然我們不會干涉到他們的內政 我們會尊重他們的情況 同時還有因為要幫助經濟 幫助他們投資開採 以及能夠重建其他的經濟 所以我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中俄真的能夠可以帶頭 能夠將所有周圍的國家 都能夠可以連成一個聯盟也好 一個群組也好 大家怎樣可以令到阿富汗的經濟 能夠可以上去 以及國家能夠穩定 對每一個國家有關的 都是有很大的貢獻 這是其實共同的利益 同時還有一件重要 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 就是大家怎樣協商 能夠處理到這個難民的問題 回到糧食的問題 都是一個很可悲的問題 原因不單是因為阿富汗缺糧食 而是很多糧食的國家 是不願意伸出援手的 例如美國 美國的黃豆的生產量 其實是說中國的10倍 但是天天都是說中國買多些黃豆 為什麼呢 他寧願賭掉它 也不會想影響自己的黃豆價格 玉米也是一樣 它是多到不得了 要不然會這麼空間拿去做生物燃料 他真的賭掉它也不給你的 但是偏偏在20年 過去的20年在阿富汗 他可以用這些資源 但是都是那樣東西 他看著市場價格 賣到多少錢 不要影響到他們的所謂農民 我說所謂農民 意思就是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給的 一樣不會影響價格 但是他寧願選擇不給 選擇讓你繼續我 然後制裁 我經常覺得 你看看一個國家 它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 你就看看它對外做什麼 它有什麼在袋裡 它明明是有這麼多錢在袋裡 有這麼多食物在袋裡 偏偏不會給食物阿富汗人 但是他會拍一張照片 有個美軍給糖的小朋友 然後大肆宣傳 你想想一下那個落差是多麼重要 他是在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那顆糖 不是 他要你看到那顆糖 你看美軍多好給糖的小朋友 那當然最後一張照片 就是美軍踢的小朋友 那他們不拿出來 就是給糖那張 但是真的說到要給糧食的時候 真的說到別人溫飽的時候 對不起 要買的黃豆 對不起 玉米要買的 是用來做貿易戰的一個工具 而不是一個救人 一個人道的一個東西 那這件事你是見到 一個國家 經常說它是什麼強國 那你是不是真的尊重這個強國呢 一個國家得不得到尊重 其實某程度上是看這些位置 而不是看你軍備有多強 最近在網絡上面 就流傳了一幅照片 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就說自己會收多少萬的阿富汗的難民 同時也要求其他國家要接收阿富汗的難民 這個時候普京就說了 我們可以安排民航飛機 接載阿富汗的難民 去他們想去的國家 到底阿富汗人民最想去哪一個國家呢 而哪一個國家又最不想收他們呢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記得訂閱我們屈機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